很多人都喜欢红 觉得他们可爱、友善 于是,一个德国人和他的妻子 创作了爱心红的概念 希望借爱心红宣扬爱心 和平、友爱和团结的信息 爱心红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 而在2004年抵达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草坪 在这里举办了红红爱心连世界展览 超过120只 每一只都身高两位的爱心红 身上色彩纷纷的图案 由不同国家的艺术家设计和绘画 不单只显示出不同国家特有的文化色彩 而且独一无二,各具特色 在这120多只爱心红之中 有13只是由本港艺术家 在原来雪白的爱心红身上 发挥创意,增添色彩的 展览形式也很特别 所有爱心红都是手拉手 肩并肩地围成一个圆圈 希望能够带出爱心,和平,友爱和团结的信息 此外,还有不同的工作方举行 让参观者学习制作小红 勒在其中 红红爱心年世界展览的其中一个目标 是帮助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儿童 因此在世界循迴展览之后 这些爱心红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二卖 筹得的善款会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